好 各位同学 那么我们本节课对Jason 他的一些理解上的误区 再给大家总结和梳理一下 很多时候我们很多同学会听到一个名词 这个名词叫什么 就是这样一个Jason对象 好 那么在很多面试题里面 或者是说比试题里面 经常会问你Jason Jason对象和Jason自动创 这三个玩意儿分别是什么 有什么区别 这个问题问的太多了 好 那么下面大家听听 我对这三个东西的一个理解和解释 像这三个东西 大家在网上一收各种各样的说法 还有资料五花八门的 有一些说的不能说到错 但是并不全面 我看了一下网上对于这三个的解释 很多的解释 其实都没有跳出 都没有跳出JavaScript这样的一个范围 来理解这三个东西 绝大多数的这样的一个答案 都是站在JavaScript特定语言的角度 在阐述这三个名词的区别 我认为这个是不够准确的 所以说我们要跳出语言的范畴 来看待这三种不同的名词 首先大家要知道的一点 就是Json的制定 这个并不是说专门为JavaScript量身定制的 它确实是一个传输数据的一种格式 不要把JavaScript想的太过于特殊了 JavaScript在Json的数据交换里面 它和我们的Python Java C Sharp是没有什么区别的 很多同学很容易认为JavaScript很特殊 它和Json是有些特殊关系的 没有 那么造成这种误区的原因 我想一下主要可能有两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Json 他的这样的一个数据类型 和我们JavaScript的数据类型太过于相似了 所以说很多同学一直搞不清楚 Json和JavaScript的这样的一个关系 我说一下JavaScript和Json之间的关系 首先大家要明白JavaScript这个语言 它只是一个标准的实现方案之一 这个标准就是ECMAScript ECMAScript这个是一个标准 那么JavaScript只是实现标准 实现标准的之一 那么还有什么 还有之前我们以前我记得写这样的一个 Flash的程序的时候 有这样的一个EcclationScript 这个其实也是ECMScript的 实现标准的另外的一种语言 好 其实我们可以把Json 也理解为是ECMAScript的其中的一个实现的版本 Json并不是像我们很多同学所理解的 是JavaScript的一个附属品 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清楚 所以说某种程度上面来说 Json甚至是可以看作是和JavaScript平起的一种语言 好 因为Json和JavaScript 他们都是对ECMAScript W3C它所制定的脚本的一个规范和标准的实现 所以说这会让我们有些同学产生这样的一个误区 好 那么这个是我认为的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是什么 第二个原因是在于 Json最开始的时候 确实在外部的这样的一个前后端分离的过程中 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而我们服务器的语言 有很多很多种 但是我们外部里面 现在最主流的就是这样的一个JavaScript 因为Json被大量的应用于JavaScript的交互种 所以说会让很多同学产生这样的一个误区 这是第二个原因 当然现在除了JavaScript 还有这样的一个微软开源的TypeScript 这个也是可以用来冰写这样的一个前端代码的 但是目前主流来说的话 还是这样的一个JavaScript 而且TypeScript 它们其实也只是JavaScript的一个超级 和JavaScript也脱离不了关系 所以说总体上来说的话 JavaScript还是我们最长期 最在前端最常用的这样一个语言 TypeScript 好那么关于误区 我们就先聊到这里 大家一定要记住 Json和JavaScript 它们没有一个非常直接的关系 好那么对应到我们这三个名词上面 Json字符串 这个我们就不再解释了 然后Json 这个我们也不再说了 它就是一个数据交换的标准格式 好 我们重点要说的是这个Json对象 Json对象 这个东西确实是存在的 但是它的定义非常片面 片面在什么地方 片面在Json对象 如果说你是把它放到这样一个JavaScript里面来说的话 Json对象这个说法是成立的 但是问题是我希望大家考虑的问题 考虑问题的时候 看待这个问题的时候 是要跳出语言的范畴 如果你跳出了这个语言的范畴 比如说放到我们的Python里面 其实我个人认为是没有Json对象这个说法的 所以说如果你在搜索引擎里面去搜索这样一个Json字符串和Json对象的区别的话 绝大多数的答案 他们告诉你的 其实都是以JavaScript语言为蓝本这样一个答案 好 那么这个是我对于Json对象 还有Json和Json直播串的一个解读 好 然后我们再看一个图 加深一下大家对这三个的一个理解 好 那么这里我们来看一下 为什么我说Json 它是一个比较独立的数字类型 它和我们JavaScript没有什么特定的关系 这是因为如果我们跳出语言的层面 来讲的话 如果我们要在两种不同的语言之间传递这样的一个数据的话 首先A语言有A语言的数据类型 B语言有B语言的数据类型 好 那么如果说世界上只有两种语言 A语言和B语言 那么其实是不需要Json这样的一种数据类型的 中间数据类型 我们直接按照一定的规则 把A语言的数据类型转换成B语言的数据类型 就可以了 对不对 但是问题是 假如说我们还有一种C语言 第三种这样的一个语言 甚至有D语言 E语言 F语言 那么你这样的话实现两两之间的转换的话 可行吗 不可行 太麻烦了 如果说你要实现两两之间的转换 比如说对于A语言来说的话 我要转换成C语言 我需要写一套转换规则 然后我要转换成B语言 B语言的数据类型 我又要写一套规则 那么有一千种语言的话 那你要写一千种规则吗 这个非常的不靠谱 所以说我们就需要有一种中间的中间类型的语言 来或者说中间的一种数据类型的格式 来作为一个标准 所有的语言都像这样一种中间的数据类型来转换 这样就可以实现这样的一个不同语言之间的快速的转换 所以说Jason很多时候 我们应该把它理解成是一个中间的这样一种语言格式 好 接着我们再看下一张PDT 这里是我要强调的是 Jason他是有自己的数据类型的 虽然Jason的数据类型 他和JavaScript的数据类型是有些相似的 不能说相似 几乎是一模一样的 但是相似或者是说一样 但是并不等同于他们两个是一个东西 因为为什么相似 我们说过了 他们都是对ECMAScript标准的实现 但是在你理解的时候 你千万不能把Jason和JavaScript混在一起了 好 那么大家通过这几节课的学习 应该对于这样一个Jason的意义 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 其实如果我们只是站在Python的角度 去讲这个Jason的话 那么这样的一个两个函数 就搞定了Jason的所有的内容 但是我还是希望尽可能的给大家 讲一下这样的一些原理性的知识 对大家以后这样的一个持续的编程 是有这样的一个好处的 好 最后我说一下 现在我们最流行的这样的一个服务 应该是这样一个RES的服务 那么RES的服务 它的这样一个数据交换 采用的就是这样一个Jason 而且RES的服务也建议我们 一定要使用这样的一个Jason 而不要使用XML 因为RES的服务 本来它的标志性的特点就是轻量 所以说使用XML 这个并不合适 不是说不可以 所以说Jason他是非常配RES的服务的 好 那么关于什么是RES的服务 大家有兴趣的做服务器的同学 可以下去了解一下 好 各位同学 那么我们本节课的内容 就先讲到这里 我们下节课再见